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大陆北京真的很忙 忙得不得了 这个真的是蛮罕见的 这个驻法大使 大家知道在这个欧洲 目前是法国等于是一哥的位置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派到法国担任大使的 这个应该是金瑞当中的金瑞 卢沙也最近红透了 或说黑透了 这个非常罕见 我让这个委员谈一下 这个北京已经表态 这个事情已经烧了好几天 北京表态了 等于是就是不支持 那这个不支持 虽然讲得轻描淡写 但好像就是个 闯大祸的概念 要这个切开来的概念 我们稍后来看一下 他的这个讲话的这个原文 这个重点在于 他是21号接受的访问 有没有 到了23号 事前开始烧 我稍后来 但你看他到底讲了什么 21号接受访问 23号事情闹大了 欧洲有将近80名议员 连媚公开信 呼吁法国驱逐卢沙也 同时当时的波勒迪海 这个三国 马豪外交部跟乌克兰大使 都已经提出了抗议 23号烧了一整天 好 到了24号 几乎是同一天 中国驻法大使馆声明 大使馆要告诉大家 我们大使 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 不是政策宣誓 而是在电视辩论中 个人的观点 这很有意思 大使馆出来讲 我们大使接受电视访问 只是他的个人观点 不是这个政策 各方不要过度解读 那几乎也在同一天 这又是毛泥吗 大陆外交部也出来讲话了 有没有 中国在有关问题上的 立场没有变化 中方尊重苏联解体之后 各加盟共和国主权的 这个立场 然后呢 那你干嘛删文呢 本来驻法大使馆 有把这个采访的全文 登在使馆的网站上 包括微信上都有登 但是后来全部删掉 为什么删 在这样外交部的记者会当中 17个外籍记者 提出的问题当中 我记得好像就有10个 还是8个 是跟卢沙有有关 那这个毛泥 简单一句话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一些情况 我们看到这个事情 出来之后 这个法国的一位 这个基金会的副主任 他就说 用外交辞令表达 中国驻法大使的 这个网站上 刊出了法国声明的全文 这等于是把大使 推到了公车下 很多网友的反应很激烈 其实到目前为止 有赞成他的 也有不赞成他的 有人这样讲 一人胡说 全国背锅 还有人说 这其实是我们的外交新招 我们需要更多的卢大使 用魔法打败魔法 西方又被 又破防了 又被破防了 那但是也有人认为说 他的说法 确实不符合这个中国的 这个国家利益 来我看一下原文 稍后我请这个委员来说明一下 大家还是要看一下原文 我要先解释一下 他是接受法国LCI 这个新闻台节目的专访 他是这个北京外语学院 他是念法语的 所以他的法文蛮好 所以他是用法文受访 法文受访 那这段访问蛮长的 他的争议主要其实是在这段 其中有好几段都有意思 但是争议是在这边 因为从头到尾看下 你就会发现这个主持人 应该是带着立场的 我自己看完 我就会觉得 卢沙爷是不是掉到坑里 主持人就是想把他惹怒 有没有 就是想把他逼疯 想把他惹怒 但是卢沙爷 他的用词潜次 当然他是法文 你翻成中文 感觉上还算是不韵不火 但是这句话好像是多讲的 你看主持人问他 克里米亚是属于乌克兰的吗 请明确一下立场 不要模棱两可 访问的时候有没有 不给他模棱两可的机会 就是你一直要告诉我 Yes or No就好了 意思是这样 然后这个卢光也就说 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主持人不满意 这不是取决于 请你回答 克里米亚是不是乌克兰的 主持人咄咄逼人有没有 然后这个卢光也还是不屈服 他说这要看你如何看这个问题吗 你要看看历史 首先克里米亚一开始是属于俄罗斯的 难道不是吗 是赫鲁雪夫在苏联时代 把克里米亚送给了乌克兰 他把这个历史丢出来 然后主持人说什么 但你知道按照国际法 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 你可以提出异议 但他就是属于乌克兰的 好 所以这边就是争议来了 卢光也多讲了这一句 他拉到别的 根据国际法 这些前苏联国家 甚至没有实际地位 哇不得了炸锅了 因为没有国际协议来具体 确定他们的主权 委员 这个人当外交大使 我建议大陆赶快把他召回去 省了在外面丢人信源 他根本不懂国际法是什么 他根本鬼扯 一点训练都没有 我不想他外交学院怎么念的 到底什么很好的背景是不是 混到这个地位 这种人都不值 这个访问你即使说主持人 要设坑给你跳 不要给我解释 你当那个大使 这点都处理不了 应付不了 中国现在的政策是什么 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领土 所以到现在为止不去设领事馆 你不要走着中国立场吧 你是中国的驻外大使 还是什么 还是美国的间谍 你先讲清楚 再来你再讲一讲说 很多问题 很简单回答 你问一下说 这个还要我们看什么问题 中国立场 克里米亚就是乌克兰的领土 有争议我们希望他们和平解决 不就要是解决了吗 你还想什么 对 你是代表中国 你还是代表美国 再来你说 哎呀根据国际法 这个什么前苏人没有实际地位 国际法不是这样写的 国际法也没有说规定 这个要用什么条例来写 通通没有 对啊 所以他讲出来之后就不得了 炸锅了 到最后我觉得就是马克宏 一哥出来一确定音 你就是讲错了 马克宏是帮他缓辖了 已经很给面子 马克宏心里想说 哎 中国大陆你再多派 自己跟卢沙也来 我什么傻语啊 哎 中国大陆外交官在外面都很体面 很有水平 怎么派这种罗马卡出来呢 对不对 24号来一哥出来讲话了 排版定案 法国总统马克宏 最近跟中国大陆关系不错啊 有没有 这些国家的疆界不容侵犯 卢沙也身为外交官 使用这样的言论 不适当 一哥讲话了 定调 就是欧洲不停 之前烧的时候 大家还在想 这个马克宏的态度是什么呢 大家左看右看都在看他 就他讲话了 还包括你看 24号同时讲话的 有这个欧洲联盟的 这个外长 洪瑞尔讲了 中国杜法大使的言论 让人无法接受 还有包括这个 法国外交部 也召见这个卢大使 也召见卢大使 我们先从后面的结尾来看 结尾就是在马克宏讲话之后呢 大陆的态度整个 有没有 就是已经切开来讲得很清楚了 其实基本上就是不认同 卢沙也的谈话 只是呢 当然这个讲的话呢 很轻也没有指明到性 那可以说是帮他留了一点面词 但是这个话已经够重了 很罕见 蔡委员 我不觉得够重 你不觉得 我觉得他只是想要混过去而已 你觉得毛宁想要混过去 他只是想说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状态 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不是别人惹的事 是这个大陆自己派到 法国外交官惹的事 而且还大使 基本上我这个人 以前在媒体上看 我觉得大陆大部分的外交官 的素质都非常高 但是这个人有问题 是不是因为他背景特别硬 是不得不塞到法国里面 去当大股当大使 还是什么东西 我不了解 但是一颗老鼠屎 可以坏了一国粥 你不管习近平主席 在做了多少的元首外交 你这个杨洁篪留下 多优良的传统 你王毅做了多辛苦 非的几个国家 所经营出来的局面 你找这种白幕的笨蛋 当大使 当然会给你惹事 惹事生非 而且白幕到极点 什么到极点 请问一下你说 这些前苏联国家 没有实际的地位 因为没有办法 确定他们主权 那请问你 中国大陆不是在 这几个国家 都设有大使馆吗 而且还跟他们建交声明吗 建交声明写的都有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他如果不是国家 不是主权国家 你叫他发这个声明 你是白痴还是神经病 对 我稍后带大家来看一下 他访问的这个部分 争议性的这个原文 看完原文 你就会了解到底怎么回事